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收手吧 来 你试试看 这是我的今日特调哦 香气有点不太一样 你换咖啡豆了 这款豆子的酸度 和果香味都比较饱满 香味也比较足 你试试看 喜不喜欢 怎么样 喜欢吗 口感很深 好喝 太好了 我还特地查了冲泡技巧 好险没有失败 不然就让非这款豆子的特色 和风味了 你怎么会突然对咖啡感兴趣 我是为了你 我在想 芋头酥如果能找到 适合搭配的咖啡 这样如果有人在指引你 真心的时候 你就可以反驳它了 你真的是越来越尽责了 因为我们说好了 要一起下完这盘棋 怎么不喝了 不是喜欢吗 我怕要是喝上瘾了 以后喝不到了怎么办 怎么会 如果你喜欢 我可以天天泡给你喝 我打算提前去东南亚了 你怎么天天泡 提前 提前多久 最快半个月后就出发 半个月 如果我跟雨萱交接着顺利的话 可能再提早个几天也说不定 所以 我的任务算是结束了 这段时间很谢谢你 为什么要突然提前去东南亚 对吧 奶奶竟然同意了我们的关系 她那么相信 还那么积极地想要多了解你 我不能让她继续这样越陷越深 所以 你是怕任务结束 我们分手 奶奶如果越认真 她就会越伤心 所以 必须停止这一切 不能让伤害再继续扩大 结束之后 你可以回面包店完成你的梦想 而且你现在泡咖啡的技术这么好 以后还可以减卖咖啡 我保证一定会大卖 我们还会继续当朋友吗 当然会 关很会 你不要骗我 请你认真的回答我 你真的会继续跟我联络 我来不及了 她要走了 姐夫 我最后还是只能成为一个路人家 你 customer... 不要太纠结 你这样已经决定要结束 又没有办法回应 他弄不如短痛 结束 只是永远不会再联络了 这个事实很伤人 如果我可以 我是愿意跟她做朋友 你们之间从来 就没有这个选项 不管是提前 还是原本约到 三个月的期限 时间一到 原本就要切断所有的关系 我知道 不 我现在并不明白 打算她答应跟你合作的那天起 她就应该只好结束的时候 是她自己对你有了情分 并不是你的责任 在芳想跟我当朋友 我拍拍屁股不屑一步 我还认为我自己是个渣男 没想到你比我更无情 我说的是事实 感情里面没有谁要对谁负责 要负责的就自己 我只是不想让她那么难过 有情分爱情好解决 如果你真的这么过意不去 你可以跟她分析你的为难 有用吗 我想梁静晨心里应该也很清楚 她不可能一辈子 伴男人出现在男男的面前 你们永远是两条平行线 这就是事实 告白 等一下 你什么时候爱上她的 就你在为横达积极实爱烦恼的时候 那你才不久之前的事吧 才刚爱上她你就要告白 会不会太冲啊 说好的暧昧呢 我没时间暧昧 她就要离开去东南亚了 但你这时候跟她告白 她会不会拒绝你 她绝对会拒绝我的 她当初找我 为的就是要逃避相亲 那你还要告白 因为我贪心 贪心 我跟她 已经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已经注定要成为她 人生中的过客 但是我不想这样 我想用另一种方式 留在她的记忆里 曾经有一个女孩子 只短短相处不到两个月 就深深地爱上她 这或许可以成为她人生中 一笔很自豪的记忆 或许在未来 她偶尔会想起来 这样也很好 妹妹 你这样太傻了 不傻 我也是为了自己好 我说过 我不要再重蹈覆车 我要坦白面对自己的感情 然后好好做个了断 好 很好 你太棒了 这样做就对了 断了才会有全新的开始 我支持你 既然要做就要做大 搞一场轰轰烈烈的告白吧 那我怎么做 你什么都不用做 交给我来负责 你呢 只要调整好心态 把这场告白 当作是关恨伟的告别式 如果她跟此人一样没有回应 也没关系 你只要华丽登场 不留遗憾就够了 姐 有你真好 学生 大学生 你不开心 你不开心 这一切 你不开心 年轻人 多开心 你就是